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3年的8月21号 欢迎大家回到图豪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今天图豪人生 我们讲那个好事情 其实马来西亚这个六周损取之后 真的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子 现在这个马来西亚国庆日都有两个logo 那个国门拿下的那个四个州 因为他们是Clean Shake的32比0 他就认为那四个州的人 就是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百的同意他们的政策 他们的那种极端排外 那个讲所有人都是外来者 他们的守护他们的土地 然后不发展经济 肚子饿不要紧 土地是我们的就可以了 肚子饿到怎样呢 怎样穷怎样什么都不要紧 总之一穷呢 一穷就是别人害的 一穷就是外人害的 总之就这一大堆东西了 总之他们四个呢 现在连四个州呢 连自己国庆日呢 都要出自己的logo了 就很清楚呢 西马现在呢 就是一国两制了 所以团结政府呢 你们要认清楚这个事实啊 他们呢 是已经走向那个倒退 倒退100年的那种那种想法啦 老马98岁那种倒退98年的那种想法 他们是要跟着老马的子子尊孙继续这样子走 然后 所以剩下的这个七个州呢 团结政府呢 还是一句话提醒 认清事实 好好把这个七个州发展 然后呢 不要忘记呢 东马啊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那个东马的新闻啊 那现在西马呢 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保守 其实只是一部分啊 就是那四个州罢了 国门那边罢了 其他没有啊 越来越偏激 越来越极端 那么东马呢 就展现了越来越开放 开放到啊 哇 很多人都想移民过去 东马了 很多人呢 都想换过去东马了 啊 如果你想去东马呢 啊 我教你一招了 啊 你把副州话学好了 啊 那你会讲这个 这个的话呢 你获得他批准的几率是很高的 啊 因为要记得啊 西马人呢 是不可以这样无缘无故呢 就在萨拉瓦要申请的 申请呢 需要有各种条件 啊 最不好的方法呢 就是结婚啊 不要用结婚啊 结婚是最不好的方法啊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啊 那个结婚 结婚而移民呢 那个是最不好的方法 还有很多方法的 你可以买房地产啊 可以在那边投资生意啊 在那边创业啊 在那边开了十多间店啊 你还不给我住在那个 萨拉瓦啊 是不是啊 好了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那个 萨拉瓦总理呢 阿班佐哈利呢 啊 再加上那个 萨拉瓦副总理呢 那个沈桂贤呢 啊 最近讲了什么东西啊 那么这两天 那个阿班佐哈利 萨拉瓦总理呢 讲说那个 萨拉瓦的马来人可以用筷子 哎 还记得筷子这个梗吗 老马搞那个筷子这个梗啊 然后再来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 阿拉的这个字眼呢 在萨拉瓦呢 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哈 你在萨拉瓦呢 你不管你传什么叫你 萨拉瓦的教堂呢 你全部可以讲阿拉 因为阿拉本来就叫上帝嘛 上帝在阿拉伯文就叫阿拉 他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 禁止人家使用上帝的名称呢 就是在希玛巴的 所以有时候那个希玛呢 遭受到一些天灾人或什么啊 就是因为呢 你们禁止呢 人类去使用上帝的名称 这个是神告诉你们的话 那请想清楚这些极端主义分子的 你们超越了神 自古以来那里有说 神的名称呢 人家不可以叫的 阿弥陀佛 你没有拜阿弥陀佛 不可以叫阿弥陀佛啊 叫阿弥陀佛 我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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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拜广尼骂 你不可以 你们不用拜广尼骂 不可以讲广尼骂 你们叫出广尼骂的名字 我就这样这样这样 你们没有 所以是不是太过极端了 所以在沙拉瓦呢 所有你print的都可以用的 那个俗的书啊 都可以用的 我去独拜 我去中东了 我去独拜的那个基督教堂 我去参加阿拉伯语的 从不讲阿拉伯文的 阿拉伯的阿拉伯语的 从不讲阿拉伯文的 从早上听到完 唱歌的阿拉伯语的 唱歌唱敬拜在美也是从不阿拉阿拉 我们走过中东的人 你们不用骗我们的 我们走过中东 我们会听一点点阿拉伯文的 你们不用骗我们 我们知道的很清楚 然后这个筷子 原来呢 其实这个阿班佐哈利不讲 讲了就讲了 现在我就明白了 用筷子啊 马尖啊 原来在西马呢 你们用筷子呢 叫做马尖啊 马来人马尖嘛 他讲说没问题啊 沙拉伯的马来人啊 筷子用到多爽啊 这里啊 这里大家都用筷子啊 没有人讲你是马尖啊 从来没有马尖这句话的 所以你看西马多么极端啊 是不是 你看 原来呢真的是在西马呢 你用筷子 就是啊 路加的基纳 路加的马剑啊 真的是 真的是西马 端起来是真的说太过分了 太过狭矮太过什么 太过井底座啊了 啊 所以那个沙总理一讲呢 恍然到我原来是这样子啊 怪不得老马那时候呢 筷子也会拿来讲啊 那因为这个现在的沙 这个阿班佐哈利 他他毕竟是马来人 他就知道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那么他为什么 现在为什么讲说那个阿拉之眼可以用呢 实际上是安华批准啊 安华之前呢 他讲说 马来西亚现在 什么人都可以用阿拉 阿拉自由区 上帝自由区呢 就是沙拉越 沙拉越呢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阿拉 在西马呢 怕这个怕那个不可以 好了 副总理呢 他全球唯一一个华人的副总理 现在具备副总理身份的 全球唯一一个华人 应该就是他的 应该是我们的达到省归宪了 因为其他 那个 还有新加坡副总理 什么 好 那么他讲说 沙拉越呢 也是一个华人的家 你在西马没有 西马没有这样讲 西马有一个部长呢 有一个公公呢 赶出来讲呢 那个公公赶出来讲吗 西马 我们西马就是华人的家 没有 反而苏当有 苏当敢讲 有看过苏当讲过罢了 是的 沙拉越跟其他地方不同 庆祝宗教活动 民族活动 都不会引发争议 你这里你怎么庆祝 也没有人会讲你 早上唱歌也没有人讲你 大家都很支持的 然后你怎样拜 拜到什么一大堆 你收拾好了 没有人讲你 其实在西马也是不会的 其实在西马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那些极端主义分子 就拿这个 拿来变成课题 拿来搞 所以沙拉越呢 就是这么和平的 其实并成是这样子的 那么土豪呢 什么 讲点好消息 最近沙拉越发现新的 新的 新的八个的 新石油天然 气填 所以这些呢 因为那个已经 设计改了 所以现在都属于沙拉越的了 这些都属于沙拉越的 不会再给那个西马呢 吃掉了 然后呢 那个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京 最近很喜欢沙拉越 他表示沙拉越有巨大的潜力 那是因为印尼的那个努萨特拉呢 那个现在就在波罗州嘛 印尼的未来的新首都嘛 那个纯新的城市啊 那个努萨特拉建起来呢 那个就世界上没都拜什么事了啊 都拜落后了跟你讲了 那个卡塔尔落后了啊 他纯新建了一个那个努萨特拉 所以 现在呢 欧阳玉京呢 他要带中国的政府呢 跟沙拉越的企业呢 去合作呢 去沙拉越发展 然后去连接呢 印尼的首都呢 洛杉特拉 所以人家已经看好了 所以沙拉越在未来呢 会有一个辉缓的20年 这个完全占那个印尼 印尼的那个官呐 印尼的首都的官呐 然后又挖到那个油 所以 所以未来呢 沙拉越呢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假如你不想移民到外国呢 你可以考虑移民到沙拉越 刚才讲的 你要想办法 你要去申请 事在人为 不是说不可以的 事在人为罢了 你有幸呢 你能够对沙拉越有贡献呢 沙拉越当然放给你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团结政府呢 要认清这个事实啊 所以 现在马来西亚呢 你就必须维持西马七州呢 你要做得好好的 加上这个沙拉越呢 这个中央政府更加要扶持那个沙拉越呢 大家联合起来呢 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呢 很强的马来西亚 一个非常好的马来西亚 至于那边呢 那个老马子子孙孙的那四个州呢 就没有办法了 真的是不明白 季打州一直出现那些很极端的人 你看到 几个极端主义分子 全部都来自季打州 没有办法 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么 身为人民呢 身为纳税人呢 我有一句话很不爽 我必须在我的节目 我必须讲得很清楚 我们缴纳了所得税之后呢 你看我们做到半死 天天那个宋长远 做一下发生这么重大的意外 那个马来人啊 是不是 多么可惜啊 看到都酷啊 那个给飞机转啊 你看他这么勤力 做一下交所得税 交去养 养那个北马的那些耗吃懒做的人啊 结果你看他为了他妹妹的婚礼 他那天特别做 特别拼拼拼拼 那个飞机掉下来啊 哎呦 看到人家都酷啊 你看他交了所得税 去北马养那些人呢 你讲刚愿吗 啊 刚愿吗 我跟你讲 把大家缴了所得税呢 去北马那些养 耗吃懒做 OK他们耗吃懒做不要紧哦 现在又来搞你 又来机关主义 又来搞这个 搞那个又来什么 你 我们缴了税去养他们 他们现在还拿来 不懂得感恩哦 老马讲他们不是 他们是不会感恩的吗 所以你讲公平不公平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纳税人的心声 你们讲有没有道理 是不是 好的 希望这期update的 这个沙拉月的这些新闻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给大家看到一个呢 真正的马达尼 一个参名大马的 一个大蓝图 所以如果整个马来西亚都像 萨拉月这样子的 你讲有多好 是不是 好了 不可能 那四个走不可能 好了这样子算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